SWITCH 好 今天又要來跟大家開箱一些關於SWITCH的小玩意兒 這些東西是廠商大大剛拿到 就把它拿到羅卡這邊 給羅卡去開箱玩一下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找個畫面 羅卡稍微把這個桌子移一下 讓大家來看一下這兩樣東西吧 好 那現在相信大家有看到 今天要開箱的東西就是旁邊的這兩個 這兩個其實都是充手把用的裝置 這邊有羅卡的SWITCH 然後跟羅卡的另外兩隻JCOM的手把 跟羅卡的PRO的手把都在這邊 那現在我們就來開箱 看看這些周邊產品用起來到底怎麼樣 首先第一盒這個打開來 它是PRO的充電座 這個看得非常清楚是PRO的充電座 它裡面的東西總共有一個底座 這個是它的底座 底座的部分上面有打上這個NICO的牌子 那後面這裡是一個接電源的地方 這個應該是Micro USB吧 這個應該是Micro USB的插槽 然後呢我們先把它放在桌上 接下來呢裡面還有一個 這個的話是充電的地方 那下面這裡有一個是接觸點 這個應該是要插在PRO的手把上面 再來呢有一條線 這一條線呢是USB跟Micro USB的線 再來呢裡面還有一顆 欸?交流電的變壓器 這個變壓器的後面呢 就是可以接USB的地方 它的輸出的話是5V的1000mAh 再來呢有一本說明書 那這一本說明書的內文呢 也都是外文的喔 所以呢並沒有看到中文版的 但是這邊呢有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說明 上面有教我們就是要把一個小裝置呢 先裝在PRO的手把上面 然後呢再把它擺上去充電器上面 去做充電的動作 好那接下來呢 羅卡就把這個小玩意兒 直接把它接上去PRO的手把 直接把它接上去 接上去之後呢 它被擴充起來會變成長得像這樣子的 那上面呢 多凸出來一點東西啦 下面這裡有一個 這個應該就是接觸的充電的地方 要跟底座的這邊來做接觸喔 裝上去的話呢 就會長得像這個樣子 它變成一個PRO的手把架 那接下來呢 再來看一下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呢 要先帶大家看一下封面 因為呢 剛才羅卡有稍微看了一下 它的封面的背面 其實長得幾乎是一模一樣 只有正面的圖案不一樣 那這一組的是PRO的手把 羅卡這邊呢 這個是PRO的手把 另外呢 這是充Joycon的手把專用的底座 轉過來背面呢 它都是擁有這個底座 然後一個充電頭 跟一條充電線 那一樣是NICO的品牌 我們現在呢 來把它拆開來看看吧 好現在呢 羅卡已經把裡面的東西 都給拿出來囉 它裡面呢 總共有一個這樣子的底座 那這個底座呢 上面就是 插入這個Joycon的地方啦 然後呢 總共可以插上 四支的Joycon 前面一樣有一個 NICO的品牌的文字 後面呢 就是這個充電的地方 一樣是Micro USB吧 再來呢 它有附一條這個 一樣是Micro USB 轉USB的線 裡面一樣有一顆 欸 這個是充電器的充電頭 那因為都是一樣的 所以羅卡先把這一顆給收起來 再來呢 說明書 欸 相信應該也是沒有中文的 但是這邊有一個很簡單的 就是 它教我們要如何來放這個手把 然後呢 可以做這個充電的動作 算是一個簡易的圖片說明啦 那我們也先把它放在旁邊 這兩組的差別呢 其實有一個 那現在呢 羅卡先把這個Joycon給拆下來 放上去好了 現在呢 把它擺上去之後 是長得像這個樣子 欸 其實這樣有點重欸 因為呢 四支Joycon有四顆電池吧 所以這個重量其實是有一點重的喔 那這一組呢 其實有一個非常大的 特別的地方 就是在於啊 它的前面這裡 可以把它拆掉 拆掉之後 它是一個這樣子的造型喔 所以呢 它可以做一點火車頭的拼接 好 左右兩個直接把它接起來之後 就可以做串連的動作 然後呢 只需要插上一組的線 就可以來做充電 喔 所以現在呢 這樣子是開始充電了嗎 應該是開始充電了 現在這裡前面呢 是有燈號在做閃動的 後面這裡呢 Pro的說法 它應該是滿的 所以它沒有充 剛才羅卡有看到上面這裡 其實是有燈號會亮的 羅卡的習慣是 一直會把Joycon給插在 主機上面做充電 這些Pro的手法呢 其實也會連著線 跟著主機一起 在做充電的動作 所以呢 現在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直接連線 讓這些手法 給全部連在一起 做充電的動作 那這產品呢 其實算滿有趣的啦 實用度呢 就見仁見智了 畢竟有的人 可能用的型態來說 以這樣子的充電設備 也許算是真的不錯 滿方便的 好啦 那今天的Switch怪奇大開箱呢 就先開到這邊了 那今天的影片呢 差不多到這邊就結束了 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在下面點個喜歡 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羅卡 我們下次見 掰